九里香是一种长绿灌木 花白色 香气浓郁 有时也被称为反魂香 九里香的花语是爱情的俘虏 寓意着对爱情的忠诚和执着 九里香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可以递栽 在北方地区则需要盆栽观赏 如果您是一位热爱花卉的朋友 那么您一定想知道如何养好九里香 让它开出美丽而芬芳的花朵 其实 九里香的养护方法并不复杂 只要掌握以下几个方面 就可以让它健康生长 光照 九里香喜阳光充足 也可耐半阴 最适应的生长温度为20至30摄氏度 不耐寒 生长期内应给予充足的光照 光照不足则长势弱 花的香味淡 开花时可移至窗台上 欣赏它的美丽和香气 花泄后仍需置于光照充足的地方 水分 九里香较耐既积水 浇水要见干见湿 浇水过多会导致烂根 地灾的九里香要根据当地环境 天气 地灾面积依据 见干见湿的原则 以一至二周一次为参考 调整浇水频率 盆栽则可以依据盆气大小 同样以见干见湿为基本原则 春季以二至三天一次 冬季七至十天一次为基础 做出调整 出花苞后 应适当减少浇水 以促进花芽分化 开花后恢复正常 夏季高温时节 可以适当喷雾增加环境湿度 降低温度 土壤 九里香适用疏松肥沃 透气性排水性良好的介质 或品牌原液土 也可以按三比三比二比二的比例 混合椰康 红彩石 泥炭 颗粒肥料配土 适宜在富含腐质质的 微酸性沙质壤土中生长 可以每三至四月 施加硫酸亚铁溶液 保持土壤酸性 肥料 九里香洗肥 在生长期内应结合胶水进行追肥 每十五天追肥 施一次叶肥 秋季则每一个月施肥一次 夏季和冬季不施肥 在花芽分化期 应注意叶面追施 磷酸二氢钾 肥料中淡肥不可过高 否则 有可能会引起枝叶土长而不开花 温度 九里香喜欢温暖的环境 不耐寒 冬季当温度降到5摄氏度作用时 移入室内保持5摄氏度以上 过早搬入室内不利于锻炼九里香的耐寒性 冬天温度过低会导致九里香掉叶子 影响第二年的生长 您可能还想知道 九里香能否在室外过冬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 取决于您所在地区的气候条件和影响因素 一般来说 如果您所在地区的冬季温度不低于5摄氏度 并且没有强风 大雪 冰冻等恶劣天气 那么九里香是可以在室外过冬的 但是如果您所在地区的冬季温度经常低于5摄氏度 或者有可能出现恶劣天气 那么九里香就需要移入室内或者采取保温措施 以免受到冻害